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 挖 好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律師 雷秋律師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以及諮商心理師林翠芬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原藝公司的老闆歐若拉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命理專家 周應娟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還有藝人林道遠 鄭大哥好 大家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人妻不敢當嗎 有一個人妻他上網發文求助 他說他知道老公外遇一年了 甚至跟小三在外面租房子生活 留他照顧一個兩歲的孩子 那我想他一定是痛苦的 但是他每個月會拿到生活費 也可以任意刷卡 人妻認為不離婚的話 他可以存到蠻多錢的 生活就比較輕鬆 可是又擔心以後會影響到孩子的價值觀 所以他陷入了兩難 他上網跟大家徵求大家的意見 那這個新聞 丈夫說他還愛著老婆 他會回歸家庭的 是小三一直情緒勒索 讓他沒有辦法分手 是這個意思 那先請教一下律師 這個太太已經知道 要告老公外遇一年了 然後他為了金錢 為了收入 他等同在默許 如果說以後他要告這個老公或小三 欠害配偶權 這樣告告得成嗎 其實我們法律上 沒有默許這個詞 那我們比較講的是一個時效的問題 其實那個外遇 這件事可以告兩個 一個大家都知道告離婚 那另外一個告欠害配偶權 拿一點錢 因為也有人是不想離婚 我只想拿錢 那其實這兩個時效不一樣 以他那個一年來講 其實那個告離婚的時效 已經過了 告離婚時效只有半年而已 從你知道開始算半年 你要去告 用這個事由 這樣喔 對對對 所以如果知道他離婚 知道他外遇超過半年 就不能再告了 不能用這個理由告 比如說你們感情不睦 什麼那些還是可以告 但你就不能用他外遇為由 去告 而且這個時效超級短的 就是你就算都不知道 事發後兩年也不能再告 所以這個超級短的 所以也就是說 你如果想要 這個設計的原理是什麼啊 設計原理 超過兩年就不能再告了 對啊 代表你默認了 其實某種程度上 我認為這是尊重婚姻的 你可以承受應該是 對啦 其實某種程度上是 我覺得是法律 就是承認婚姻的多樣性 因為也有人結婚之後各玩各的嘛 那而且這個 這從哪邊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你從那個侵害配偶權 不結婚 這不是給林道遠有了什麼 沒有 我感情還不錯啦 就是不離婚 但是可以去告要錢的 這個時效就長多了 分別是知悉後兩年 跟事發後十年 這就長多了 那你們不離婚嘛 你的過半年不想告 表示你還可以接受這個婚姻維持 對 但是要點賠償回來 對不對 那就有兩年的時效 或者長到十年 所以要嘛他就告離婚 要嘛他就告親愛配偶權 可是告離婚 這個已經不能 已經 以他這邊講了一年就不行 然後所以只能告親愛配偶權 親愛配偶權的賠償又很低嘛 對 如果以現在來講 大家的一般觀念 會認為是相對低啦 講句實話 對 哇 然後他說這個 原配認為自己有老公的經濟支持 那他說不離婚的話 他有房子可以住 不用付租金 而且有車有錢 還有卡可以刷 然後所以他就不用擔心 經濟問題 再請教律師 那這個事情 老公隨時會變吧 對 其實我比較不贊同 原配現在這個想法 我認為在婚姻當中 如果假定你們有離婚的可能性的話 拿在手裡的才是最穩的 講句實話 所以有一個制度 大家很不了解 就是說事實上 你在婚姻中 你還是可以請求 就是分配財產 就分配完之後 就變成個別財產制 在婚姻中 可以請求分配財產 可以 如果是他的話 他可以請求什麼 就是請求婚後財產的一半 跟離婚的其實分法是一樣的 可以這樣子 可以這樣 其實可以這樣 所以有法官判決 有可以可以 你可以這樣去申請 假定看起來這個老公 是願意給他錢 對 那假定他有比方說兩千萬 他可以請求分配一半嗎 對 就是如果兩千萬都是婚後賺來的 就是可以請求分配一半 這樣拿在手裡 我覺得真的是比較穩 而且依照我的經驗 就是像這種已經 老公有外遇的情形 你去請求分配財產 會比較好談 對 因為他自己覺得自己內疚 了解 你反而搞到離婚的時候 雙方撕破臉了 就可能反而不是那麼好談 曹老師你會覺得這個共產小孩嗎 我覺得是應該講說 他說他說他沒說 因為他覺得說經濟 他可以有可以有那些經濟的來源 但是問題剛剛律師講的 那個經濟來源 其實是很稀的 真的 如果要停掉就停掉 對啊 如果那個卡 如果說無線卡 他如果說這一次 他不幫你繳的話 你後面就不能刷 或是你付卡的話 人家他不給你的話 他把銀行把它撞掉 你就沒有了 那房子他也可以收回去 只要是他的名下的話 男生的名下 他也可以收回去 所以這都是假的 所以因為剛剛講 律師講的說 一定要拿手奔奔奔 這是我的名字 而且你不能偷奔回去 那才是真的 那如果你是他的話 你會怎麼做 這看啦 看他有經濟能力 第一點 如果說他沒有經濟能力 看起來他是沒有經濟能力 對 他就在淫威之下 一定要隱忍 真的一定要隱忍 隱忍 你就沒有經濟能力 因為水是可以把你動起來 所以說就像律師 我們就要偷偷去找書 跟他講好條件 笨好小 那如果你有經濟的能力的話 我覺得就是如何 跟他扳下去 看要扳多少 如果沒有扳一扳 三分之一 也好 快拿一拿 我們趕走 因為你有經濟能力 老公現在願意讓他刷卡 是不是那個卡 是一個很重要的來源 那個卡是吸的 因為有時候 老公這回 他把你動掉 你刷得過分 或是怎麼樣 因為刷卡 他一定會到他那邊 他的手機都知道 所以他如果說 一次把你刷三十萬五十萬 我告訴你 老公就動了 你可能刷三五萬塊 他不會啦 他最反正讓你刷 如果三十萬五十萬 他就動起來 不要刷太大樣的嘛 刷個五克拉的小鑽石就好了 那他就動起來了 那百多萬他就動起來了 所以說不只 五卡拉就七八百萬 才會這樣 你怎麼知道 所以說那個刷 那個可能刷不過 因為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看 吃到豬肉 也看到豬肉 也看到豬肉 對 那個說 你要看你說的狀態 我覺得這是最好是怎麼樣 拿著手才是死的 剛剛律師講的 所以我還是覺得是 他五十個小孩 網友這樣回應說 那就看南方有沒有錢 他說我媽在國 我國小的時候 就發現爸爸有外遇 結果我媽撐到 我高中的時候才離婚 媽媽拿到了一間房子跟店面 這樣好不好 這樣不錯 可是我們三個小孩 一個人分了八間房 意思是鼓勵他要留著 留著 等一下再來討論 來 先休息 進廣告 因為以前的女生離婚的少 可是不幸福的也蠻多的 對 那都沒有辦法跑開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經濟獨立的能力 對不對 這個就是啊 對啊 那為什麼現在女生沒什麼想要嫁 我哪就嫁 我有頭路 我都有收拾了 自己那邊賺得很好 頂了就要離婚 以前都說做什麼 長期換票 以前是找換票的概念去結婚 現在不是 現在是要找你的真愛 所以真愛已經不愛了 當然就是頂了就離婚了 那翠芬老師怎麼看 我其實會看這個狀況 會覺得第一個要看太太的心理狀態 心理準備度 如果說這個太太心理 還沒有準備好的話 離婚不一定是一個最好的選項 因為我遇過很多我的當事人 就是他們其實就是說在婚姻內 他覺得他也不用告訴別人 我離婚了 然後小孩的狀況也不用變動 然後他經濟各方面的收入 也都有 不予匱乏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他如果貿然的離開婚姻 他心理又沒有準備好的話 那有可能他反而會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我遇到很多 就是周遭的親人朋友 一直叫他離婚 說他都已經不在家 心也不在這裡了 那你就應該要離婚 可是他反而壓力 人家沒路容 這樣還沒道理 他反而壓力大 會來自於這些親婆好友 就是一直要他離婚 然後也會跟他講說 你現在條件最好 你可以跟他談到一個最好的條件 你現在還不離 你等待什麼時候 可是他心理還沒有準備好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是要看這個 不是不能離 但是最好是太太 自己心理準備好了之後 再離開會比較好 第二個我會覺得像在這樣的狀況 這個老公真的不算是沒有良心的 你 你也相信他講的話 我覺得他 我還愛著你 沒有 我是被小三情緒勒索 我覺得他還有給他錢 有給他刷卡 任他刷 然後在某一些部分都沒有給他限制 我覺得這先生算是 有良心 因為我看太多是沒有真正 沒有良心的先生 你給他打幾分 我覺得他 我給他打六十五分到幾個 因為我遇到更多是非常沒有 我舉幾個例子 非常沒有良心 一樣也是搬去跟第三者住了 然後呢 他完全不回家了 回家的時候 他要來拿他的衣物 只趁什麼時候呢 只趁太太不在家的時候 因為他會通通報信說 他今天不在 然後他就回來把他東西都搬走 那如果說太太煮了一些東西 看到他回來跟小孩互動 就說要不要吃 他連碰都不碰 他對你忍沒 非常極度的忍沒 然後他為了要逼你離婚 他後來做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說你的生活費他也不給了 然後要繳的貸款 他也不繳了 然後他就全部丟給你 然後丟給你 他就說你離婚之後 這個不錯 回來沒有打太太算不錯 你如果他知道你打分數的標準 可是他完全就是不 就是他該負的責任也沒有負 然後情感也這麼冷漠 這麼淡漠 然後對一個人的傷害很大 那也有人是搬出去住 搬出去住之後呢 那這個你給他打幾分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 我就是給他三十分 還有三十分 那還有一種更可惡的 零分 十分 我不會給別人零分 但是我給他十分 就譬如說他已經搬出去住了 搬出去住之後呢 他也是完全不理太太 那這時候他只跟孩子互動 不跟太太互動 然後他也不回家 剛剛那個還有回家 對 那他不回家都在外頭 那在外面呢 他就可能會在孩子的面前講 媽媽哪裡不好 媽媽哪裡不好 所以他要搬出去 他把所有的責任歸引給媽媽 這也就算了 他邀阿姨來 然後一直講說 阿姨有多好 阿姨有多棒 阿姨有多麼優秀 阿姨有多麼溫暖 你看阿姨這麼好 你要多跟阿姨建立關係 對媽媽來說 你在那個孩子面前一直講 我哪裡不好 他要處理很多危機 孩子的身心拉扯受創 然後孩子有可能在這樣的狀況下 書也念不下去了 然後整個所有的孩子都在行為上 都產生偏差 這個爸爸 我就給他零分 你不是說你不給人家打零分 對 他才對他生氣的時候就打零分 這種爸爸我就會覺得 他傷害了所有的人 除了他自己以外 我們以前高中年考還是大學年考 都有互分的 對 倒扣 倒扣 你沒有倒扣 如果會的話 我真的很想給這個爸爸倒扣 所以有些時候 在做諮商的時候 聽那個當事人敘述 他們遭遇的事情 我都覺得怎麼會有人 好像眼睛被糊掉了 然後好像就是他完全沒有顧慮到 所有人的心理情境 跟長遠的影響會是什麼 然後那麼大的影響 他都看不到 有的男人是敗煩的 對 敗煩的 那有夠煩的 鄉親 那請教一下歐若拉 如果你是這個女生 你會怎麼做 我 我真的還沒遇過卡 可以任我刷的老公 看吧 這算不錯的 對 這真的不錯 如果我自己的經驗 他頂多給我悠遊卡 到Seven隨便刷 悠遊卡 還要儲值 扣打 只有這樣 扣打只有這樣 對 我是說 那你對他有什麼建議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他可能 還是因為小孩的關係 錢應該只是其次 主要還是想要維持 這段婚姻關係 小孩應該還是最主要 對 沒錯 他說我對他還有 對你還有愛 我現在之所以搬出去 只是被那個小三 情緒勒索 你相信嗎 我曾經有一度相信 曾經一度也是過愛人 也是相信過 可是後來發現這種事情 是不會改變的 對啊 你曾經相信過 意思就是說 現在發現那都是謊言 沒錯 沒錯 這個真的還是 你還是有愛 還是要看老婆有沒有愛他 不過我老實講 台灣人說一句話說 對啦 對啦 對 我意思就是說 當你老公外遇的時候 對你不好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等待 他總有一天會回來嘛 最後你就贏了啊 陳大哥 這個舉例好像乖乖 怎麼會舉 台灣多少女性 以前的 以前的 以前的以前的人 在想像這樣 真的以前的媽媽都會跟你講 沒關係 喝奶喝奶 起鼻子站住人 他會跟你講這樣子 有一天會回來 對 一定會回來 但是回來的時候 通常都是怎麼樣 打拚 沒人要打拚 回來讓你討拚 以前都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說 他是個賢慧的女子 是 現在也還是有這種人 我看過也是有女生很漂亮 他不要錢 不要名 不要分 他只要你這個人 什麼都不要 什麼都不要 女生呢 愛對 比較長 他也是小三 那男生到底有什麼好啊 可能會有特異功能 吞 吞劍 吞火 可能有特異功能 沒錯 這個再請教一下雷邱律師 那這樣子老公跟小三同居 那這個原配在守著這個家 是不是這個 他等同同意分居 其實還是要看他到底 那個有沒有常常回來了 如果說假定都沒有回來的話 那我覺得這次可以被認為是 這個一般人概念中的分居 常常的定義是什麼 可能比如說一個 兩年來一次這樣不算成長 當然不這樣 對 我覺得這跟小孩子成長過程有關 他有沒有參與 這個一定是法官會斟酌的點 假定他 講難聽一點 我覺得分居如果假定都是單身的話 拋妻那就算了 棄子是現在那個法律上 就是法院比較不能接受的點 因為即便離婚了 他們都會給你一個責任說 你要對你的小孩子 在好像沒有離婚的狀態 親子關係不能因為婚姻關係而斷 對 這是法院一般的共識 那他這個甚至還沒離婚嘛 就算他是跟他老婆分居 你小孩還是要顧啊 那當然我看起來他講的是說 他老公好像沒有在顧小孩 所以沒有在顧小孩來講的話 以這點來說 那個如即便說看起來好像同意 就是不是因為法律上下 沒有分居這個詞 快要有了 那但是法官還就會斟酌 其實你沒有顧小孩 對 把他當成是一個可以離婚的室友 對 我認為會是這樣 這個太太說老公沒有拒絕 他刷卡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去刷個幾十萬的包 然後趕快拿去賣 那個還增值 可以存錢 好好的存錢 那如果他一直刷 這樣會不會被法官 有一天真的是訴請離婚的時候 法官會說你是老公說 他是購物狂 變成他是他這個湊在他身上 那個一般來說 我們概念中的購物狂 那個在宿莊中 比較常出現的叫做什麼 揮霍無度之類的 那所謂的揮霍無度 其實我們會是看說 有沒有影響到婚姻生活 比如說這個人 他假定是這個首富對不對 假定他老公就是之前白頭髮 來台灣的那一位 對 他刷十個愛馬仕包 應該也不會影響到婚姻生活 現在這種情況 我覺得就很難過去符合 就是說所謂的這個揮霍無度 揮霍無度跟多少錢是沒關係的 要看你老公會不會賺 所以可以刷十個愛馬仕的人 不見得叫揮霍無度 你到底要你再加電鍋 你到底要你再加電鍋 你到底要再加電鍋 你還要刷我嗎 相應 那個 太同電鍋高音 那個明法上有所謂的分別是 所謂的必要用品跟奢侈用品 你要是刷奢侈用品 就很容易掉入揮霍無度 但你說刷必要用品的話 那比較不容易 可是大同電鍋理論上是必要 可是你刷兩個 我感覺又很奢侈 所以這次涉及到你 到底需要幾個念過 好 這個人機也說了 目前偶爾公婆還會支援帶小孩 可能讓他有一點喘息 你想想他都是想說什麼 我有房子 我有車 我不用做房子 然後我生活無語 可以刷卡 帶小孩 還有這個公婆支援 你有跟他自己說 他覺得老公外遇以後 他自己變得很勢力 好像凡事都從經濟層面去考量 崔芬 這算很正常的反應嗎 這很正常 因為如果你在婚姻中 過的是一種安逸的生活 在舒適圈待久了 那你可能沒有經過一些刺激 可是如果你有一天進入到恐慌圈之後 你的確考量的點會不一樣 你設想的可能不是此刻 會是未來 那像剛剛大家在討論的就是說 要刷卡要買什麼 對 如果他卡任你刷的話 其實我也有跟當事人討論過這樣子 就譬如說會跟他講說 那你這個你跟當事說什麼 我們等一下再來說好不好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好 那麼翠芬剛剛講說 他有跟當事人談過這個 因為很多人其實對於未來 還是會有一點擔憂 就是像大家說的主導權 經濟的主導權 如果不是在我身上的話 其實像這樣的狀況的太太非常多 就是說婚後之後 還是以孩子的那個教養為重心 以家庭的一個經營管理為重心 然後經濟大權都在先生的手上 這種太太其實我覺得蠻多的 那雖然先生的確賺了蠻多錢 蠻優渥的 可是太太還是會 真的會沒有安全感 那這時候有些先生就會說 那我給你一棟房子 讓你安心 他給你一棟房子 裡面有一大堆都是貸款 那他就說 那你可不可以把貸款全部還掉 他說那麼多的錢 我資金可以自由運動 自由運用 那卡在那裡 那個房子又沒有用的時候 就除非租出去 可是租出去的錢也很少 那我用貸款 那筆錢金額很大 我可以再賺更多的錢 我為什麼要把一筆錢卡在那裡 所以像這樣的 太太還是會很沒有安全感 那時候像我也的確有遇過 有些太太就不斷地買名牌包包 因為先生就是長期外遇 不斷地外遇 對象是不同一個 蟹憤 所以他就開始買包包 刷卡蟹憤 一方面蟹憤 一方面度過孤獨 然後另外一個補償心理 另外一個他的確後來發現說 他不斷地買東西 買東西 那這些東西也會成為他一些資產 當然是要買有價的資產 那我們就會想說 你要買 老公外面抱著小三 他在家裡面抱著包包 就笑 愛瑪士 然後抱著包包 笑我啊 可是我們就會說 要買什麼才是真正值錢的 後來不會貶值的 我們也會討論這個 就是說那到底要買什麼才值錢的 像我的話我就會認為說 可能要買一些 就算過未來 說不定還可以增值 那買一些像黃金 那當事人可能就會告訴我說 可是我去買金條 我太 我先生會不會覺得我怪怪的 因為那個會有項目嗎 但如果我買的是一組套組 黃金套組的話 傻小孩 你就擺得比較大條 對 比較大條 然後之後老公通過了 再去把它融成金條 一次就留一條 靠適當 對 沒關係 你先通過那一關 你回來就買金條 你老公就想說你這個很奇怪 你安心要收開了 我剛剛能理解這些家庭主婦的一些心態 對 因為其實他們這些 大概家庭主婦 他們進入到婚姻 有了小孩之後 其實大概大部分都跟社會 有一點點脫節 起碼大概離開社會 大概有五年的時間 那這次當中可能老公都有給他們 一個固定的一個家用 或者是有固定給他們花費 但是他們如果真的要選擇離婚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有一個不安全感 因為他們已經跟社會脫節 大概四五年的時間 我舉個例好了 像我老婆 我們沒有要離婚 但是我們意思就是說 他是從南投嫁過來臺北的 對 那他已經到臺北來之後 其實他的朋友就很少 他的全部的時間 完全幾乎都是在家庭跟小孩上 那如果今天說 也是同樣的這樣一個狀況的話 那可能南方的話 已經外遇 那這時候他是不是要選擇離婚 還是說他要選擇 繼續能夠保持這樣子 一個家庭的模式 但是他至少有一些的收入 他不用回到社會 他不用抱持這個不安全感 去回到社會當中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也不能怪說這些女生太笨 他們真的要重新回歸到社會 其實是要很大的一個心理上的建設 掙脫不容易 對 那老婆 因為你在做防仲 是 沒錯 防仲就是會碰到很多人 對 沒錯 有時候那女屋主也滿漂亮的 對 但還好我長得不帥 是 老婆會擔心嗎 老婆一開始還是會擔心 但因為還好的是 因為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 老婆怎麼說 你怎麼知道他擔心 他有說老公 我該不會就是讓你去轉行做防仲 結果你就跟別人亂搞了吧 對 那我就說你不用擔心 因為我基本上幾乎都在林口 你任何時間要查請你都查得到 對 所以我 而且我也跟他說 你老公不是靠外表吃飯的 對 我不是靠你 這樣才恐怖啊 因為體力好啊 那很多這種都是 合一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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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男生是很帥 但是問題是 一個 人家說一支嘴 甘一粒粒 不能說話 我跟你講 那個男女生都會不喜歡 反而是交不到女朋友 是 因為我常常碰到那個說 我們那個女生 眼睹到這樣 體型又好 人家又落 你不要一直摸摸我 看著你說 所以說他結果怎麼都交不到女朋友 因為就不可以 就是太保守 或是說太疼 太症 對 好 這個 這個原配他有說 他真的也擔心 這個會影響到小孩的價值觀 不曉得以後要怎麼去跟小孩說 他爸爸外遇都不回來 這樣子 曹老師 你怎麼 總共證還是你 通常如果說我 因為比較不可以說 因為我有經濟能力 但是我那根本就三人的 我就把他扣掉了 不可能 不是啦 小孩 你老公有外遇 你把他扣掉 你要怎麼跟小孩說 因為以前的小孩真的很難說 因為以前真的連自己都很難 很難說 說服自己 因為以前的人 女婦只要是離婚 那家庭頭買的 那頂上大家就在議論 那現在不是 現在離婚說的時候 那個小孩子去到學校 在說的時候 你爸媽有沒有離婚 那個沒離婚的 反而是變得很奇怪 所以就因為現在離婚率太高了 所以現在的狀態是 你只要跟小孩子講說 我跟爸爸已經是兩個人的 那個思維各方面 是沒辦法相處的 所以我們離婚 對你黃而比較好 不然一天在吵架 你爸爸在外面有女人 這樣子不可以講 通常不會跟小孩講說 他有女人 就是我們兩個人 沒辦法相處 所以我們兩個如果一直吵架 可能會影響到你們 要不要跟他講 這個是最好的 但是有一種不是 有一種就開始跟你兒子說 你那個老闆沒錄影 怎麼一直在外面有雜貌什麼 他就數了一大堆 那這樣子的話 反而會對你來講是不好的 因為這個人是你挑的 那你又說這麼差這麼差 那當初你為什麼選擇他 所以我覺得應該給小孩子的話 就是稍微給他一些 不適的地方就安保一個 不是一個 因為你要對小孩 當然要選擇最好的 那當然說你騙孩子 不是啦 孩子比較大後 他自然就知道 他就知道 有些女生會講 你那個不太老闆 外面有女兒 一個換過一個 放母 放女兒 對 對不對 這樣講好不好 不好 不好嗎 這小孩一定有影響 因為我覺得 不要讓孩子有被遺棄的感覺 那如果說 當然這還是會看爸爸 如果說爸爸還是會常常回來 會關注到小孩 會跟孩子互動 當然這是比較好的狀況 但是無論如何 盡可能不要讓孩子 涉入到父母的情感 的糾紛當中 然後我也不太鼓勵說 不管你內心有多苦 你可以找心理師 你可以找你的好朋友 你可以找其他人訴苦 但我特別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跟孩子訴苦 因為我看過太多小孩 就是因為小的時候 可是我的媽媽跟孩子訴苦 又不能講實情 就譬如說你爸爸都不要我們了 他在另外一個女人 另外那個女人有就是狐狸精 一直罵另外一個女人 然後說爸爸有多沒良心 多可怕 可是會對小孩心理 真的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影響 像 影響是什麼 那個影響會是在於說 他會覺得另外那邊的女生 才是被愛的 爸爸愛的是另外一個 另外那邊的女生 那個女生是狐狸精 所以他可能會有不同的一個發展 一個發展就是說 他長大之後 在他的情感當中 他不能忍受有他的另一半 對任何一個人有好感都不行 那另外一種影響就是說 他覺得第三者才是被愛的 他有可能未來自己 就會變成第三者 這樣子 他會有兩條 不同的道路的發展 像有些人對於那種 你有可能塞入我的感情的 任何 任何一個對象 他都不能夠允許 所以他在愛情當中 所以要怎麼跟他說 容不下一個殺 我覺得像這樣子 我其實還是覺得可以讓孩子知道說 爸爸的確有情感的發展 那現在目前不跟我們煮 然後他有另外一個家 我覺得不用講細節 這樣就可以了 OK 所以還是吃人肉 只是用刀叉 然後我其實 老婆 你們老婆就有另外感情 有發展 那我覺得還是可以去跟那個先生講 就是爸爸講 就是說你在情感上 你背叛我 可是我希望你不要背叛你的小孩 或是你不要背叛這個家庭 那你可以好好的去跟孩子相處 那怎麼樣去跟孩子相處 我覺得還是可以有一點討論 那位老婆有 真的外面有女兒都放不放 對啊 什麼都沒的 來 我們先休息 還是要背叛 因為她也會 level 對啊 雷秋律师 是 你觉得这个老公 真的会回来吗 我先讲 就是说我的职业生涯告诉我 当事人多半不会百分之百讲实话 所以对他们讲的话 我都是姓几层几层这样 像他这边讲的 我觉得就要分开来看 第一个我觉得他说他还爱老婆 其实我相信 因为有的那个当事人 就是多情种 小孩才做选择 大人我全部都要 国库教我们要博爱 对 就是他每个都爱 就对 所以他也爱老婆 也爱小三 我认为是可能 那你说会不会回归家庭 我认为是有机会 可是这要最后跟下一句一起看 就是说他都都是小三的情绪勒索 我觉得这个其实透露出 这个老公其实没什么担当 都是别人的问题 那他怕是不得已的 他被逼的 其实就是你通通都爱 你就老实承认就好了 对 那如果说真的 他就是跟小三 最后断掉了 我认为他是有机会回来 那那个就是因为他跟老婆还有爱 可是像这种人 在我的眼中看起来 我的未来再犯率非常高 为什么 因为他就博爱 对不对 那个所谓的渣男 我们都说渣男也要帅 男人像林道遠例外 对不对 就是他就他会不断的外遇 那所以说在那个法律上 我们事实上比较关心的是 他到底跟小孩的关系 有没有建立好 你自己是这样子 所以我刚刚觉得周老师讲的 实在非常好 周老师你超级进步 你知道吗 你跟现在法官的那个 法院的潮流思维完全一致 那是没去扣而已 司法官特导就过了 没有像你这样的法官 就不是恐龙 对 OK 好 那若拉这边有个朋友 十六岁就怀孕结婚 没错 他很辛苦 他刚好是国三交的第一任男朋友 就是现在的老公 然后分手之后 他上了高一 昨天他肚子怎么就越来越大 才发现 老师才发现他怀孕了 这时候他叫他爸爸来学校 然后问他说孩子的爸爸是谁 结果他老公才来 然后他就这样到现在三十二岁 十六年 一直被他老公家暴吸毒 老公又外遇 这个重点是这个老公 也不拿钱回家 也不照顾小孩 那因为他十六岁又生小孩 他只能在那种服饰店上班 领三万多块薪水 又要付小孩学费 又要支出自己的开销 老公没有钱 还会回来跟他拿 那为什么他不离开 因为他娘家其实也算小康不好过 但他不敢让娘家知道 所以就一直住在公婆家 他只因为有地方住 然后小孩有地方睡 就这样子 就为了維持这样 也没存到钱 所以他也没办法离开 也没有车 只有骑着一台摩托车 这样 好可怜 那他老公吸毒又家暴 那他的公婆怎么说 他的公婆 因为只有这个儿子 他们是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他也不敢让他女儿知道 他真的都自己迎刃 但他老公有时候毒瘾犯的时候 他女儿还以为 他女儿现在高一 他女儿还以为爸爸是不是被鬼附身 因为他爸爸就在那边胡言乱语 在那边走动 公婆我都不敢吭声 就这样隐忍 然后公婆也会被打 对啊 公婆也会被打 没错 随便在这边看 这个真的很难处理 因为他已经 这扣分了 对不对 因为他已经不是在一般 这只有叫林道元 我觉得他已经不是在一般的状况下 我觉得像这个案例 我就非常支持他 就是肃请离婚 只有靠那个公权力 才能够让他离开婚姻 那他可以要去找一个好律师 可是他又不敢 因为他是老公之前曾经毒瘾犯的时候 跟他吵架 載着他跟小孩 直接开车去撞槍笔 恐怖情人 那他就真的非常需要有一个 就是好的保护 我觉得他应该要打 一三家暴专线这种 把他安置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然后再找好的律师 肃请离婚那样子 他会怕 这个还是更要离开 我感觉你的这个朋友已经有 我们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没错没错没错 我觉得他已经有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因为他就会觉得不能离开这个人 离开这个人 我就会有更不好的后果 然后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已经对你身心灵 都造成强大的创伤 他还是不会离开 他说我不能离开 对 他内心真的相信 他如果离开他 他可能会被他杀掉 所以他很害怕 我觉得他已经有这种症状 是是是 严修律师 你刚刚有什么好朋友 其实这个案件 这种类型的案件 我们处理过非常多 其实大家真的要相信 我们现在这个制度 其实做得非常非常好的 像我们那个当事人 他被家暴之后 他第一时间就被安置 安置之后 他那个地址是没有人会知道 家人也不会知道 就只有律师知道 然后第二步呢 那他被安置 他有小孩什么 小孩一起安置 那边有社工有保姆 跟妈妈在一起是不是 跟妈妈在一起 跟妈妈在一起 而且那个地点 不是大家想象的荒郊窑 我不方便说在哪里 在闹区 大家都不知道 那上面原来是安置所 完全看不出来 生活方便 在山上是不是 不是在山上 在闹区 在山上就鬼的闹区 不是 是人的闹区 对 那另外一点是说 像刚刚欧罗拉讲的说 他有这种会 这个侵害人家的倾向 这种人通常在分开之后 他会侵害他自己 像我们那个 当然就是这样子 他就一直收到 我就跟他说 你跟他所有的那个 联络方式都要断掉 只留一个 这样子我们搜证方便 然后那个人就一直传 他这样的割碗 什么之类的这种 那个的东西给他 是这种行星 这时候就是变成 心态要能够健全 要能够忍受得住 他就拿给自己 然后传给他 他说要回来 对啊 死死了啦 可是这我们律师 都很有经验 我就说你照片给我看 你照片给我看 我看一看说这个 这个歌那么浅 然后还故意拿那个写 涂来涂去 故意要吓你 这我们都看得出来 这我们都看得出来 他已经歌到 弹吉他 对 就是很多道 然后很浅 你知道吗 然后还故意这样的抹一抹 还有番茄酱 没有 没有到番茄酱 我是觉得这个都很假 因为我们看过刑案 是更恐怖的 那种仇家的这个 跟他这种自己歌的 这不是同一个等级的事情 对 所以最后来讲 他们还是离成婚了 不管那男的怎么讲 都没有用 了解 他怎么跟那个法官讲说他很可怜 需要他们什么 还爱他 都没有用 我们现在有很好的制度 好 那道远 这里是有朋友 是原配被迫跟小三同住一个 对对对 其实这个是我同学 我真的觉得他 我们每次开同学会 我们都说你是男人界里面的翔楚 对 就是你可以这么厉害的 把原配跟小三能够 拉在同一个屋檐下 能够一起生活 你认为那是翔楚 不是 不是 就是说我们调侃他 调侃他是那个男人界的翔楚 以前不是都这样 古早 杀男界的 因为我那个同学 他家真的非常的有钱 他是做 他们家是做营造起身的 对 那基本上 他的那个老婆原配就是 是一开始就认识 那时候也是在同学 也算是同班同学这样子 然后再进入到公... 他们进入到社会之后 他借了他爸爸的这个行业之后 认识到了一个秘书 然后那个秘书呢 就跟他也是有了小三这样 也是通在一起 那最后呢 为什么他他们两个会 三个会通在一个屋檐下 就是我那个同学 他每个月固定给我那个 他那个原配非常多的钱 而且不只给他 他连他的公公婆婆 都给他非常多的钱 对 那他今天那个 我们也问我那个原配 他说你为什么不选择要离婚 那他就第一个跟他说 我有提过 我提过说我要离婚 但是第一点 他要把我... 他就跟他说了 你这些钱 我全部都不会再给你 然后小孩也一定是归我 就是因为他身后 一定有庞大的律师团 那他就用这一块上面 来去胁迫他 然后跟他说 如果你也就没小孩 就没钱了 对 你等于就是说 你就是要净身出户的意思 对 那反而因为他也在婆婆 跟公公这一块暗打得非常的好 所以连公公婆婆都说 反正你就隐忍一下 那这是这些 只是他的心不属于你而已 那你们就是也在同一个屋檐下 就忍耐一下 对 忍耐一下 互相不要轻翻到对方 这样就好了 就是他在这一块上面 其实就是他做得蛮完备的 那你的同学 为什么不想跟原配离婚 因为其实他也就觉得说 他那么爱小三 因为他觉得说 在名望上面会有一些影响 对 因为他们家也算是望族 那就是离婚在这一块上面 其实不好听 那他就觉得说 反正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都不是问题 那所以在那时候 但最后最后 他们那个原配还是 到小孩大的时候 才选择离婚 对 因为他觉得他可能身上 也有存到一些钱了 然后小孩可能也到一个年纪了 就是说不会说不了解 爸爸妈妈的这些问题的时候 然后他才选择做离婚 也是在近几年的事情 最后选择还是有离 只是说他等到身上 有了一些的经济基础之后 然后这样子 他才选择做离婚 盖高墙等广基梁还有什么 反称王 反称王 还是我们先休息一经广告 好 那么另外新竹 有一位名人的太太 她发现了这个 对不起 不是名人 应该说新竹有名 人 发现了老公 受到了苗栗地方法院 所合发的保护令 他才知道原来结婚四十年的老公 外遇长达三年 那他就对小三提告 侵害配偶权 他索赔六十万 那新竹地方法院 最后判赔十五万 这个 那他为什么会知道呢 因为小三要求分手 那老公呢 去大闹小三的公司 攻击小三 所以后来这个收到了保护令 嘿 你如果结婚四十年 这个女生几岁 七十也要六十多岁 六十五岁 七十多岁 对啊 六十多岁 这样还可以到小三那边闹 这个男生也蛮猛的 然后原配有说他面对外这个老公 外遇的冲击 他常常会不由自主的流泪 作呕 焦虑失眠 所以他才会求偿四十六十万 这请先请教一下雷秋律师 叛赔才十五万 对 因为现在十五万 还不到翠芬老师一个月薪水 翠芬老师应该是十倍 但这个八一百五 不过我必须讲 现在他一般依照那个中研院 有个法律研究所的统计 一般来说这个Range 大概落在二十到三十之间 可是即便是如此 跟大家社会还是有一边落差 这是为什么 因为法院判断标准 他比较不那么着重 就是当事人的那个心理头 是受到怎样的这个不舒服 或冲击 因为不然的话 这样有精神病的 不是就特别可怜吗 对 他比较着重的是 你侵害配偶权的太阳 比如说你长期的 不停的有这个性行为 或者甚至已经令主加 这个通常会判最高 那像那种只是手牵手 没有实质上 这种可能就判很低 几万块都有可能 所以变成是这样 他Range会拉很高 我也是有那个 但这是新闻 看过那种 侵害配偶权手牵手 几万块 如果不断的上床 就是几十万 对 就几十万 哪一个比较划算 这个 我还没走在那一步 我不知道 我现在还蛮幸福的 就是不过 新闻上可以看到 有一个名医 我就不讲是谁 他被判了一百九 也这么高 这么高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那个小三带到美国去结婚了 已经有 所以法官觉得你这不只是那个藐视这个配偶权 还藐视婚姻制度 对对对对 所以他在美国是不算重婚罪吗 其实严格讲起来 如果他在台湾一注册就算了 他就是故意挑这个法律的空档 对对对对对 好 那请教一下这个翠芬 他去告小三侵害配偶权 那等同老公没事 对不对 对 可是这个怎么 他怎么只告女生呢 怎么不对老公究责呢 我觉得还蛮多女性 会有这样的心理 就只告小三 因为这个太太 她有什么作偶 然后很多睡不着 她就有很多身心症 那的确蛮痛苦的 所以他就会觉得 你侵害我的配偶权 我一定要让你知道你错了 然后要你认错付出代价 那你如果告老公之后 那你可能连婚姻都没有了 所以通常不太会告老公 是因为要保住婚姻 如果我先天不保住婚姻 我可能连老公都一起告 我就豁出去了 如果我觉得这个 刚刚那个案例 我老公没事 对 但是我觉得太太跟第三者 尤其是第三者 反而是好的 因为虽然我付出 侵害配偶权十五万 但是我就从此离开这个人了 这个可怕的人 他又来大闹 我又不肯分手 然后又不断地侵害我 那所以我觉得也让法律知道说 我也付出我的代价了 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十五万这么好 这么好解决 从此也有 所以我们就再也没有瓜葛了 所以我其实会觉得 虽然第三者看起来他付了十五万的侵害配偶权 但是我觉得我相信这个第三者一定很痛苦 离不开这个人 然后他不断地来骚扰你 侵害你更大 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案例当中 太太跟第三者 其实在法律的介入跟法律的保护下 他们反而在心理上 我都觉得各自会比较放松 会比较好过一点 那真的我们法律惩罚不到这样的一个 因为没有人提告他 所以反而我就会觉得 这个先生其实是最坏的 在心理上是最坏的 他都没有去顧虑说 他只顧虑他自己 这个先生很典型 就只有自己 他完全忽略自己的行为 跟自己的做法 会对别人造成什么伤害 他们外遇三年 他们外遇也没有人 时间管理大师 所以那个是法院会寄 就是说如果是小三 这个小三去申请保护 那这个你被禁止 去再去侵犯的话 那个就会寄到他的地址去 对啊 会寄到他的那个 就是他就是这个先生 可能就是百密一书 他写说那个地址 宋达地址在公司就没事了 对 他偏偏要写他的户籍地 可是他如果没有开公司 要寄去哪里 就不知道 也可以寄给律师 宋达代售 我租了一个信箱 你寄到这个信箱 信箱不行 信箱不行 但是给律师可以 律师可以当宋达代售人 他要签字或是盖章 对 因为他挂号 OK 你今天教大家 好 那么当年这个欧罗纳的前夫 外遇又对你家暴 这个据说也是因为这个小三知道 他结婚 因此才知道他结婚 我们那时候因为我是从台北 因为结婚才回去宜蘭 但那时候因为我什么人都不认识 就是我们就只有登记很低调 我都在家里洗衣煮饭 那直到后面家暴之后 你们家两个人 就两个人 两个人 衣服有那么多 因为那个做殡葬夜 整天都在洗衣服 一直换 一直换 碰到就要换 碰到就要换 不是送洗啊 比较省钱一点 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 我发现他外遇之后生气吵架嘛 因为这样他才打给那个外遇的对象 然后那个女生才知道说 原来他结婚 外面以他是单身 对 他都以他单身 所以那个女生那时候才知道 他结婚了 可是后来呢 我也是到前阵子才知道 那个外遇的对象 就是好兄弟的老婆 那那时候那女生还有家庭跟小孩 那这女生前阵子才发文说 我其实他才是正宫啊 我才是那个小三 不得了 不得了 好复杂 因为都说被爱的才是 没错 才是正宫 被爱才是第三者 可是很可惜 他一下就把贴文删掉 不然我就要侵害配偶权 对 他自己出来承认 离婚以后可以不可以 其实还是可以 可以了 那个 侵害配偶权 我们只注重时效 有没有离婚不是重点 那你告那亲爱配偶权 你觉得你可以拿多少 他是那种只牵手的 还是那种一直做 他是承认说应该是一直做 体力好 体力活 那是几十万 他竟然自己出来 承认说他还 他们都等于是双方在婚姻的状态下 然后各自搞外援 所以这亲爱配偶权 一定更严重 没错 那当时他对你家暴 是怎么个家暴 那个家暴 其实后来社工介入 因为我一直以为 那个不算家暴 社工说其实这也是家暴一种 就是当你被勒脖子 或是把你压制 把你摔到床上的时候 不是真的打你或是揍你 他说其实这也是家暴一种 当然啊 他都已经勒你脖子了 还不算家暴 这会致命耶 这样子勒啊 那你被他家暴你有报案吗 有 我们那时候有警方介入 然后社工再介入这样 因为实在闹到太大声了 附近邻居听到报案 所以是警方就来 而且他原本还就是限制我手机 不让我用手机 然后是那警察一直打来 一直打来说可不可以请我本人接电话 他想确认我没事 所以警察才来 因为森柯所在警察有时 你怎么说动作你是喝酒水还是 可能 可能什么药饮饭还是怎样 他都不会想要多管闲事 Aurora在前一阵子也有来上节目 没错 那他是散婚 我记得你好像认识一两个月就结了 对 然后结了一两个月就离了 没错 不到一季 先休息一下 再请教一下Aurora 你说她外遇的对象是她好朋友的太太 对 也是同业吗 不是 不是同业 不是同业 对 可是他是 他当初就是会认识 是因为他跟前女友 有点已经快要分手 好兄弟就说 不然你来我们家 做会开港 做会这样吃油 然后结果他就说我请我老婆开导 然后他们两个就突然 好 两个就这样子倒奏会 所以他那时候是应该是前女友分手之后 就跟那个好兄弟老婆在一起 所以他先认识那个 先认识那个好朋友的老婆才认识 所以那个好朋友的老婆才会自称说 他才是正宫 他比你早 他说我才是正宫 你是来诱拐他的 你在那边 后面一直上节目 一直讲我是小三 所以在这边澄清一下 你是正宫 他有看吗 有 你是正宫 你是正宫 他会觉得先来后到 先来的就是正的 后来的就是小三 其实女生都有一点冤枉 因为其实都被蒙蔽 对 应该是这样讲 好 那道远你说你有同学被认为是乖乖牌 是然后呢 其实我真的是我也建议我的小孩 或者是我朋友 我都会说在结婚之前 我建议你多看看 就是多认识一些朋友 对不要说就是可能一开始 那个青梅竹马在一起 就可能直接到就是白头 像刚刚那个十六岁就这样 是是是 所以就是说我会在这 因为像我那个朋友 他就是一个乖乖牌 在我们的班上 就是名列前几名那种 然后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的 一个女朋友 那时候大学毕业了之后 他们就这样结婚了 那时候我们去结婚的时候 我就说你们一定是白头偕老的 都已经在一起这么多年 而且都这么的恩爱 但是有时候出了社会 真的是不一定 因为像我那个朋友 就是之后 就进入到了 台湾护国神山里面工作 那基本上薪资都算还不错 那你知道有时候男人有钱的 就会开始作怪 其实作怪他们身上有钱了之后 像我那个同学 他就第一次那时候就去了酒店 对 去了酒店之后你知道 那种乖乖牌 通常没有进入到社会的 他们一进入到酒店 就开始陷阱了 对 那个甜言 那个酒店小姐甜言蜜语几句之后 他就整个晕船了 所以你是说 护国神山的员工应该集体去 训练 训练 不是啦 就是说我觉得你在结婚之前 你真的要多走走多看看 因为他们 像我那个同学他就觉得说 他在酒店遇到了真爱 你知道吗 那那时候呢 因为他的那个青梅竹马 也有一个 也不是问题 就是说他那时候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没办法生小孩 对 所以他没办法 也是帮他传宗接代 那那时候我同学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又在酒店碰到了 感觉是他的真爱 但其实就是你知道 田园蜜很多的公式之下 对 那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他就把他就从酒店这样整个赎回家 然后还生了一个小孩 对 而且最主要是 应该他不会看了 酒店加上晶元好像怪怪的 对 然后他们到现在 还没有离婚 而且是其实正宫 他为什么不离呢 因为可能我那个同学 就是说他现在妈妈也不知道 因为走去用蜜 你知道有时候乖乖牌 其实还是怕被爸爸妈妈骂 那所以他就是说 那我在这边 我反正我也是这边顾得好好的 那我这边正宫 我就持续地继续演下去 那那个酒店小姐也不愿意 其实他们有时候解救小姐 也不愿意做正宫了 对 他们就是说 反正你固定有给我 你固定有给我钱 然后我能够 我能够养育小孩 其实这样就够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 我建议啦 就是你在还没有结婚之前 其实真的可以多认识一下 不要说只是认定了这个 就下去了 对 有时候我觉得 可以多认识一下 真的太年轻了 真的不好 对啊 那周老师这边也有案例是怎样 对啊 这个是 在以前那个年代 就差不多三十几年前 三十几年前 他结婚 因为那个时候想说 小孩子的教育 所以要移民去加拿大 那时候好像是 应该讲说 有那个投资移民 那时候移民可能较好移民 但是移民以后 要去做移民间 你没有去那边住 就是长住一段时间 他那个是下不来的 那结果因为先生在台湾 其实做生理 因为刚开始是两个人一同 共同创造 创造一家公司 那个公司是很不错的 很赚钱的 他在做会计 先生做外交 什么都做 就是有贪金 所以想要让孩子移民 去加拿大 结果移民去加拿大 当然公司的会计就不可以做了 他有一个助理 会计的助理就先去做会计 因为以前都他带了 所以他就先去做会计 先去做会计 那他就去加拿大 结果这个会计就跟老闆 就卡着会 好了卡着会 那个时候可能这个会计很厉害 这个也很厉害 这个助理他就跟老闆讲说 因为加拿大的法律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你移民之后 你这个财产不足 因为他就会会划 所以说你如果没报来 就像这个金 有很多很多被划的问题 所以后来他这个老公在台湾 他就签那个叫什么 寿钱书这个会计 那个寿钱书后来 贪钱都怎么样 所有的钱都按这个会计才是去 但是这个是有来龙 台湾是可以看到来龙 他農供这个会计 买到六个家 六十几个房子 结果他那个老公 他说他名称是没有半仙的 好了他去移民 当然小孩会大胆了 他回来了 他回来了台湾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他就是会开始看 他说他说奇怪 这个就会回来 就发现他跟老公 跟这个会计是搞在一起的 搞在一起 他当然很生气 开始要跟他们捏 要跟他们搞 要跟他们看 那后来他老公就跟他讲一句话 说你看看 如果你不离婚 不吵不闹 你就在家里 每个月你那种公司 可以领薪 这也是类似薪水的钱 你每个月都有 都要拔在你的口座 你就是这样 点点的那种 你也不用来公司 因为他没有公司 已经没有业务 你也不用来公司 但是你在家里 你不要买都没关系 一家月 还有差不多十万块钱 让你开 那他呢 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 因为当初这间公司 是丐营先生设立的 两个共创的 那到来说 那变百人的 那那个女婦 房子六十几间 因为他回来以后 就开始叫人下去 六十几间 那心我多疼痛 结果这个他老公 所以他有问律师 好 离婚你没半行 因为先生名下没半行 所有的都在公司 但是公司是一点点而已 他其实都在这个女生身上 因为你当然这个老公 他有授钱 所以他们两个 肯定有交给他 就是为了要逼他这个老婆 所以主要是 那就是两个工作让你选 你会选哪一个 一个是女工 一个是会计 会计 会计 会计才能掌握 好 那如果是女工跟秘书 你要选哪一个 我要选秘书 为什么 秘书才有机会 才有机会 什么 因为有机会碰到那个大的利益 如果会计跟秘书 你要选哪一个 这就要斟酌 我会选择会计 为什么 因为会计跟秘书比较有关 秘书比较有关 我们休息一下 好 那么 我们下期再见 臺北市有一位人妻 他被老公家暴 而且還發現外遇 那他向同住的婆婆述苦 就老公外遇了 我們還對他家暴 他跟婆婆述苦 可是婆婆竟然跟他說 他自己也是小三 現在外遇很正常 要脅媳婦說 如果你要離婚 你不准把孩子改姓 說 如果沒有 我們家的祖先是不會放你耍 他說為什麼這樣 因為這是王爺的口氣 王爺的考試 這個人妻說 因為他的前任丈夫也有外遇 婆婆就要他檢討自己 不然怎麼會兩任丈夫都外遇 然後婆婆甚至在老公的要求下 對人妻下跪施壓 要求人妻留下來 不要離婚 其實這應該是電視八點檔 這個請教一下翠芬 那這個人妻應該怎麼辦 我覺得這人妻的處境 真的不是很好 因為這個婆婆的觀念 就已經覺得外遇沒什麼了 所以他有可能會把這樣的觀念 也傳遞給他的小孩 覺得外遇不是一件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而且看到這個婆婆 他會用威脅的 利誘的或者是下跪的 就軟硬都兼絲了 所以我會感覺到 他要脫離這個家庭的時候 他也不能罵小三 因為罵小三就好像罵婆婆 因為婆婆就是小三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去哭訴 所以我其實會覺得外遇之後 外遇者 不管我自己的小孩做多少對別人不利的事 或是對不起別人的事 大部分我遇到 我幾乎我大部分的當事人 婆婆都是挺自己的小孩的 很少很少很少會站在媳婦兒這邊 都是叫他人影 或者是說會告訴他說 就讓他出去玩一玩 他玩累了就會回來 大部分都聽到這樣的話 所以我感覺到 他還是要有自己的主見 是 這個人妻 他離婚了 而且提告婆婆求償三十萬 那士林地方法院認為婆婆 沒有侵權行為 或判無罪 這樣也就是說這個媳婦是敗訴的 林秀律師 這算正常嗎 這當然不算正常 不過當然法律有法律的要件 因為他前面講的這一些 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一次對話 還是很多次對話陸續都這樣 因為我覺得他其實有點告錯 我認為其實就是 當然你離婚之後就沒辦法 但是他應該要在婚姻中 是可以告家暴的 就告婆婆家暴 沒有什麼不可以 因為同住 最算家暴 最算家暴 就精神上的家暴 可是重點是家暴有要件 說你要有連續性跟持續性 對 那如果只是一次吵架 那可能就沒事 但如果婆婆長期這樣子 對他精神騷擾 那我認為是有家暴的原因 公爺會跟他口氣嗎 公爺考試應該不是考這個 考你 他的意思是說 好像這個人妻 如果說他是離婚 就是公爺在跟你口氣 看你是不是在這個當下 你能不能贏人 哪有這樣 公爺不可能這樣跟你說 因為怎麼樣 王爺 我們說新尊一定 新名都一定是幫忙人的 那你就已經在接受這個 你老公的外遺 你還要隱忍 就是你要接受這個小三的觀念 就是說讓他去秩序 讓他去 算讓他去 怎麼樣 如果沒有你給他離婚 你給他插公爺 公爺就會跟你 好像口氣 意思公爺會跟你結婚 沒有這種事情 神明一定是支持一夫一妻制 你也知道 王爺會跟我說 所以應該講說 因為一夫一妻在社會上比較不會有爭執 所以現在我們的社會不知道政府 不知道說一夫一妻制 因為一夫多妻或是一妻多夫 都一定會炒 一定會嫁狗 所以這次比較不可不可行 那如果說什麼 那個祖先會不會幫你刷 這也不對 因為祖先來講 我們所謂的 我們在說一定要去 是公爺 是因為你離婚之後 你還去嫁別人 那他現在就是說 就說這個人妻 他第一任的婚姻 可能他離婚之後 不去把他的公爺休息 所以才造成他第二任的老公 又因此而同樣 跟這個情形 所以他那個就是會重複 在一直在發生 那就是說第一任的 這個公爺要去刷 不是第二任的公爺會不會放去刷 那公爺已經支持說 你們的兒子可以這樣帶幾個 這樣你們家庭要怎麼樣 到底要入你們公爺 可能是要討一個 是要第一任 第二任 小三還是小四 那不可能 真的 這個歐羅拉是前婦外遇的時候 婆婆有教你婚姻長久 知道嗎 沒錯 我前婆婆呢 他也是第三者扶正 他是錢公公的第三任老婆 他十八歲就遇到錢公公 他就扶正之後 就這樣維持婚姻三十年 三十年之中也抓過錢公公劈腿 所以他就告訴我說 他自己過癌人的心態 他就是這樣一直等等 等到錢公公 現在體力沒那麼好 他說如果你真的很愛你前夫的話 他就叫我等到他六十歲 我想說哪有辦法 有什麼辦法 我現在才三十幾歲 等到他六十歲 還有三十年 三十年都過程 生活這也沒辦法 你看吧 我剛剛講的 那個什麼 比較單 那個 比較單 就是你的 他就是這樣 婆婆就這樣教你 對 前婆婆是這樣 但你不願意等就對了 沒辦法 一年都沒辦法 那你說公公有慣性外遇 沒錯 那婆婆是怎麼樣穩固這個地位 前婆婆她真的是很愛錢公公 她所以她那時候有抓到 那她呢 她就直接約那個小三出外講 她跟他說 她長年都過著 其實沒有很有錢 而且還要忍受老公外遇 還要照顧 還要照顧阿嬤 她說你如果可以接受 那我就讓你 她說你如果可以接受 我老公就送你 結果這女生一聽了 想說我沒辦法 這女生就自己跑掉了 她不是怕說要照顧 對 她聽到要照顧 她怕你去菜兜 菜兜放在那裡 他真的會拚 我們今天好像討論的 幾乎都是男生家暴外遇 對不對 那雷秋律師 你經手的案件 真的都是這樣嗎 其實是男女各半 各半 對 現在其實很開放 對不對 尤其你說我們就講 大家常常會拿新竹來調侃 的確就像剛剛那個道遠講的那樣 男生乖乖排 去到那個環境裡面 他可能不小心就學壞 那女生的情形比較是 就是老公工作太忙 他就冷落他 所以說那個女生的外遇 對象很容易是誰 你知道嗎 比如像什麼健身教練 什麼這種 對 因為健身教練會叫你 躺下 做瑜伽 沒有 應該是跟他比較有互動 那但是女生這邊有一個很特別 像跟男生不一樣 男生比較多是那種 哇 我從全部都要 所以會有這種 女生反而大概都不會跟老公講 女生其實很妙 他們會很注重 就是在外遇的時候 會除了肉體之上 也更注重心靈上的這個交流 可是反過來說 他們也有很理智的一面 他們知道這個就是外遇而已 他沒有 大多數的女生在外遇 他沒有 從來沒有想過 要拿中心去影響他的婚姻 這男女很不一樣的地方 男生兩個都要 男生我覺得很多都是兩個都要 對 家庭婚姻 女生是只要享受那個 愛情好不好 愛情 對 他沒有要因此影響到婚姻 只是我覺得女生很特別 很理性的地方 他也不要性 當然要 他要嗎 你不是說他喜歡精神 就是說跟男生比起來 他其實更注重心靈面 但不代表他完全不要性